欢迎收听 拍绿游乐园 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这位广播电台的拍绿游乐园节目 我是袁永鑫 今天行动会客室来的是陈威权 很少有歌手会在中间休息的时间 跟我摇耳朵说 我想要听永鑫歌你的看法 因为大部分歌手都怕 听到不好的不会问这件事情 当然我也是会很担心听到不好的 但是我是很敢去听别人的建议 我记得你给我 音档的那个时候 我记得第一首好像是上个男人的歌的时候 身为男人那个歌的时候 还有MV都先丢给我看 我记得我有跟你说 你的中低音在这个歌里很漂亮的被呈现出来 对对对那时候还蛮开心的 谢谢 因为其实大家要晓得 不管男歌手女歌手乐团 其实在台湾的制作人处理的手法上面 比较喜欢去强化或者是衬托 他们在高音的那个部分的表现 因为会觉得说那是一个climax 一般人好像比较会被高音吸引 所以男生或女生不要高音 好像就是得到一种注意度 对对对对对 比较没有人去管中低音还低音这种事情 是 可是我听歌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我听的是频率分布 然后第二个当然旋律 音色 这些我都会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就vocal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不止这首歌 你好几首歌的中低音 你是刻意的吗 写这些歌的时候 其实没有特别的刻意 OK 但这一次在挑歌的时候 我把制作人的角色放得蛮小的 我这一次真的很想好好的回到 我喜欢写歌跟唱歌这个角色上面 所以这一次吴亦伟跟林乐伟两位 就是我们的铁三角 他们都一直在在一直磨我 然后很多觉得 模拟哪里 比如说我以前很喜欢学那种音乐很高的歌 那是我刚讲的 直接戳进去那个点 然后这一次他们全部都不要 他们都尽量帮我挑一些 我过去比较少呈现的那个歌曲的样子 因为这些部分确实很美 很吸引我 谢谢 我最喜欢两首歌是 没想过分开跟人生如烟 人生如烟 对对对 因为这两首歌 我有一些没有认识到你的声音的部分 被找出来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两首歌我还特别就是trademark的上面 谢谢 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 乐是出了很多作品的歌手 我会越期待的是 他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以前没有听到的 因为一直重复很熟悉的东西 对我来讲 其实你久了也会觉得 我好像只有这一面不太够吧 应该还有其他的面吧 对 而且其实这几年我发现很多的艺人或乐团 会去找那个属于vocal的producer 来加入他们的新作品 以前没有那么强调 就producer就全包 对 那么producer要负责什么呢 预算啊 时间啊 是是是团队了 团队对对对对 可是突然有一个vocal producer这个角色 我想哦 所以是另外把这个分工再拉出来一些些 那应该是想要把你们的声音再找出更多的可能才是 因为我觉得在做音乐其实还蛮需要客观的 因为你自己做久了 这张是我第七张 因为是第七张 更是觉得说 迷思很多吗 我不能够在做跟过去没有突破的事情 想要在这过程里面有一些突破点 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 吴亦伟那时候我在开案要做专机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嗯 威权 你做了这么多张 那这一张到底你要讲什么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 就给了他这个主题之后 他就说 如果是这样子 你一定要把它当最后一张再做 哇塞 所以呢 你最后一张再做的话 你要给人家看到的是什么 所以大家就会在这过程里 一直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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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我很多过去可能 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东西 或者是我 你们有一个to do list是不是啊 呃就在过程里面 一直一直讨论 一直整理一直讨论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开开案的时候 我我们我预备了他五十几首我的创作吗 嗯哼 然后我有一个list 是我先在开这个会议的时候 我先之前我们先寄给大家听 嗯 然后我自己有选了我自己想要的歌 嗯嗯 结果 结果 没有一首跳我 都被打枪了 都被打枪了 但我觉得这个过程 我就觉得 被打枪了